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大家好 我是欣欣 今天呢我们来聊这么一个问题 是活着的人受罪 还是去世的人受罪呢 大家跟着我了解一下吧 奶奶 吃饭了吧 啊 吃饭了吧 吃了 你都留着味儿去是吧 哪里我都在你口 我不上哪儿去 哦 我不成为我不成为 今天是哪年龄了 82 82了 有什么东西 身体不好吧 好 腰肠 腰肠 多穿点衣服 我穿衣服 免衣服 几个孩子 奶奶 五个 几个儿 几个姑娘 早下俩人一个姑娘 早下俩人一个姑娘 早下俩人了 可能三个 嗯 两个去世了 奶奶 啊 爷爷还在呢 去世了 去世了 去世了多少年了 年三年才 去世了 哦 没几点是不是 没几点 我说奶奶 你感觉是 是活着那 比较 那个 你觉得是活着那 手嘴 还是缺失的那 手嘴 什么相复 你活着手嘴 对不对 活着手嘴 嗯 为什么奶奶 活着不手嘴 你说来回老了 我们不去 咱不能买 又不能干净弄出来 奶奶 你感觉是说 活着人这手嘴 不得真相复 嗯 实际上为什么是相复 实际上不相复 实际上不相复了 你说不 孩子也不 不操心了 哦 孩子什么都不干了 哎 哦 感觉不好心了 那孩子呢 受精了 哦 受精了 你不能干活了 你说你活着妈 不能造妈了 不能操心了 是吧 应该是 是这么多 我感觉是年龄大了 嗯 缺点慢 缺点吃 没点吃 推卷不方便 哎 没法活动了 哎 是吧 就是感觉是不方便 你感觉是 活着人这手嘴 他就 奶奶 你感觉是很大方便 就是活着人 感觉是手嘴 你要是 以后就不来相复了 你要是一头半年 孩子不受 嗯 孩子不受 哼嘛 你要是在那 要那不能动 你说孩子不难 哦 你说的就是 这有什么病了 生活不能自立了 不能活动了 你说孩子还得受难 嗯 孩子还得受 这是吧 那可事 通过他奶奶了解呢 奶奶说了 她感觉还是去世的人比较享福 奶奶呢 认为上了年纪之后呢 还得需要孩子们的照顾 嗯 老年人呢 他感觉呢 嗯 还怕累赘孩子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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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下期再见